支持者夾到歡迎中 賴清德大進場 台北市信賴台灣之友會成立 現場湧進一千五百人 擠報會場 更多人在外面觀看轉播 賴清德要用民主大聯盟 擴大支持 拼總統立委雙贏 小英之友會榮譽總會長 陳時中現身立體 象徵因賴團結 所有人換穿全新信賴台灣夾克 展現氣勢 賴清德大打守護台灣牌 痛批藍白陣營去對岸參加海峽論壇 而根據最新媒體民調 柯文哲支持多百分之三十三 佔據第一 排名第二的賴清德得到三成支持 侯友宜則以百分之二十三墊底 民進黨目前的確是比較逆風 不過我們嚴肅面對 我們希望能夠重新得到社會的諒解 以及得到社會的支持 而追蹤同一家民調的數字變化 和前一個月相比 賴清德微幅上漲百分之三 原本第一的侯友宜 在被質疑 論述空洞和胃藥事件後暴跌百分之七 失望的藍營群眾轉向柯文哲 如果說孩子已經有階段症狀 而且幼兒園也確實為使孩子採紅藥水 社會知道之後也會比較放心 新北市政府目前處理的方式 賴清德鎖定民生議題訴求家長安心 即便藍白版圖移動中 仍將延續過去打猴冷科戰略 而落後柯文哲的年輕族群部分 賴清營將在檢討經濟 再次我另外一集有無Essential的台幅到